《青台居》 中国古典神节的研习者 千百年来 神节已从上古的节神祭式 演变成为今天人们传递美好祝福的 吉祥信物 融入日常生活当中 神节的颜色与自然和季节 紧密联系在一起 秋天在五行上属金 古人用金白之色来表示 通常节金白色的流苏 来和这个季节应和 双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也意味着冬天的开始 这时温度骤降 人体容易秋玉伤筋 民间有谚语 一年补透透 不如补双降 这个时节饮食上应该多吃 滋阴润肺 健脾暖胃的食材 紫苏叶 性温味心 有发旱节表 行器宽中的疗效 可以采下叶子和嫩芽 煮成紫苏银 将两升水烧开 投入紫苏叶300克 煮五分钟 待汤汁呈紫红色 捞出叶子 放入400克冰糖 待冰糖融化后关火 加入柠檬汁和白米醋 150毫升 自然冷却二三十分钟 煮开即可 用玻璃瓶罐装 放入冰箱冷藏 可以有半年的保质期 平时可以加五倍的温水稀释 是入冬后很好的温性饮品 古人云 西青枣双降 西立微风起 玉石静止的心 心缘止如此 在这晚秋里 寻衣一份古雅的宁静